五花果 我至少種過了有四五十個品種 種過了很多很多一大牌一大牌的五花果 今天我給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年我種植五花果的一些經驗 我會給大家分享一些五花果的養護的水肥 還有怎麼去做風產型的樹形 第一我先給大家分享一下 五花果應該用什麼土讓我來種植 五花果其實不挑土 你去外面挖些原土 或者拿其他的營養土都可以種植 但是五花果的根系容易得根瘤病 所以很多小夥伴的五花果長不好 那可能就是因為根系的原因造成了 那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要了解到一點 根系出現根瘤病 一般都是因為根線蟲造成的 根線蟲很容易在酸性的土壤裡面出現 所以的話我們可以想辦法 把土壤給它調成為鹼性的 我們怎麼把土壤才能調成偏鹼性呢 通過加入一些竹炭和稻殼炭 可以讓土壤維持在一個偏頸性的狀態 當土壤是偏頸性的狀態 那根線蟲就會很少 第二個呢 五花果放置的養護環境 一定要是通風光線一定要好的情況下 通風光線好 五花果就會長得非常的棒 五花果的素質長得好 後面再給足水肥 那非常容易的高長 然後五花果應該給什麼肥料呢 五花果真的不挑肥 你有什麼肥料都可以給它 然後的話給它怼上 有什麼肥料給什麼肥料 薄肥禽濕 通過你的養護後期都會有很多的果子 但是你想獲得更多的果子 還是需要多有一定的心思的 一呢就是先要打造一個合理的樹形 樹形呢有很多種 那我今天先給大家分享我常用的一種樹形 就是三叉 然後再分出很多的頂 我們叫它三叉九頂的樹形 那怎麼打造呢 大家可以跟我的鏡頭來 我今天給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去打造這個風鏟形 假設這是你種的五花果 等到它長得合適的高度了以後 你就可以開始人工的干預 怎麼干預呢 你先在合適的高度的地方給它打頂 就是這樣像這樣給它修剪掉 然後給它打頂 打頂完了以後 它會從你的截斷的地方出來好幾個分岔 然後你留三個左右的分岔 重點的培養 然後等分岔再出來了以後 分岔再給它打頂 然後的話半成品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顆就是半成品 然後頂部呢我提前已經做過打頂的動作了 那現在呢邊上就分岔出來了四個枝條 大家可以根據實際的盆的大小來決定留幾個枝條 然後這幾個枝條 當它分化長得合適的高度了以後 你再可以再給它進行打頂 就是在這幾個分岔上面給它做打頂的動作 像這樣給它剪短 給它打頂了以後 然後這邊上就又會冒出很多的測枝出來 以後等它長出來 然後保留合適的分岔就行了 然後呢你這樣去操作 就會得到一個非常高產的塑形 因為有了足夠的測枝 有了足夠的測枝以後 然後結果值就會變得很多 大家也看到了完成了以後就是這個樣子的 然後可以看到每一個測枝上面就都是結果值 就這樣 看一下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了 我會在這裡持續地給大家分享 各種盆栽地栽花卉果樹蔬菜的種植小建議 不見不散